大家好,欢迎来到HitsAlef 今天我们开始聊聊辽朝的历史 辽朝本名大齐丹国 是一个由居住在今天中国东北辽河流域的齐丹人建立起来的王朝 齐丹人自称自己和汉族羌族一样是上古神话人物炎帝的后代 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 一般认为齐丹人应该是东北亚的古老民族鲜卑人的后代 按照禁书中的观点 齐丹人是那位在小说《三国演义》里露过一脸的蛮王科比能的后代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齐丹人是柔然人的后代 那就是和蒙古人还有欧洲的阿瓦尔人同源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齐丹人可能是宇文部的后代 唐太宗的时候齐丹成为了唐朝的附属国 齐丹可汗也被唐朝皇帝赐行为李 唐朝在齐丹建立了松末都督府 任命齐丹的可汗为都督 不过加在唐帝国和突厥韩国两强之间的齐丹 并没有成为大唐王朝忠诚的臣民 而是在两大强国之间朝勤暮处首属两顿 后来突厥和唐朝先后衰败 齐丹开始崛起 填补了东北亚地区出现的权力真供 大概在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的时候 齐丹先后征服了和他们同源的西族 还有什伟就是今天的蒙古 西亚加斯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 以及祖补就是今天的塔塔尔人 还有已经被并入蒙古的科列部的共同祖先 等等等等这些周边的民族 按照契丹的传统 契丹可汗是由契丹八部按照亲中选嫌的原则 推举产生 而且每三年一选 最初长期担任契丹可汗的是大赫氏家族 后来大约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 姚脸是在耶律师的雍大和辅佐局下 取大了大赫氏的首领地位 再后来契丹的实权就慢慢落到了 长期担任余悦兼伊犁锦的耶律师手中 就俞悦和伊犁锦都是契丹的官职 俞悦大概相当于中原的宰相 伊犁锦大概相当于太位 公元990年 姚脸是最后一位契丹可汗 恒德可汗 姚典钦德去世 第二年契丹八部贵族 共同推举俞悦兼伊犁锦 耶律阿宝基为新一代的契丹可汗 大辽王桥的建立者 未来的辽太祖 正式占到了契丹权力舞台的中央 当时契丹国内已经有了不少汉人 他们有的是在历次齐丹南侵的过程中 被截略而来的奴隶 有的是战争中的战俘 还有的是为了躲避安室之乱之后 中国北方的战略局面逃到齐丹的祥臣 太祖皇帝从中任选显能 提拔了不少能臣 比如像守征司令韩延辉 原本是唐朝幽州节度史 刘仁公手下的观察杜之史 在初始齐丹的时候 被太祖看重 强行扣留 迫使他留在了齐丹 被任命为总之汉儿私事的韩之谷 原本是太祖的大舅哥 树立玉文 从汉帝抢来的奴隶 左相书康摩纪 是太祖攻打 祭旧时候俘虏的战俘 然而太祖皇帝看重他们的才能 全都加以重用 在这些汉尘的建议下 太祖皇帝废除了 齐丹可汗三年一选的救赎 却离了可汗世袭的制度 结果引发了三次逐地之乱 不过得益于太祖皇帝的精明强干 三次叛乱都被顺利平定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太祖皇帝三次评判之后 都赦免了参与叛乱的弟弟 想来越是强大自信的人 越容易宽容 因为他有着不担心 别人会威胁到自己的自信 相信一定能够让那些自己 曾经的敌人最终臣服于自己 公元916年 太祖皇帝在上京临皇府 举行汉制的祭天仪式 改克汗为皇帝 建国号大七丹国 并且效仿汉制建元神策 上京临皇府是当初 由太祖皇帝向访幽州城的样式 亲自主持修建的城市 遗址位于今天内蒙赤丰的巴林左旗 同时太祖皇帝仰慕汉族文化 尤其是汉高祖的分工伟业 所以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汉名叫刘义 给长子耶律图玉 也取了一个汉名叫刘备 当然了 这个备是备数的备 同时太祖皇帝还给世代和耶律 是联姻的把礼师和仪式 是两家次性萧使 取自汉初三节之一的丞相萧和 后来太祖的儿子太宗皇帝继位 也赐自己的母亲树律后的娘家姓萧 这就是契丹后族萧氏的由来 太祖皇帝自称天皇帝 封妻子树律平为帝皇后 长子耶律图玉为仁皇王 公元926年 太祖皇帝在攻灭了墨何人建立的博爱国之后 并逝在了班师回朝的路上 太祖并逝之后 树律皇后立即接管了皇帝的权力 这位树律后也是一位女中豪杰 据说有一次太祖领兵出征 得到消息的两个原本已经归附了 契丹的尸尾部落就密谋反叛 打算袭击太祖皇帝的老营 留守大营的树律后 得到消息亲自调兵遣将 顺利平定了叛乱 从此之后树律后在契丹国内生为远播 树律后和太祖皇帝一共有三个儿子 耶律图玉 耶律德光和耶律李胡 后世所谓的太祖系三支 说的就是这三个人的后代 和不小父母一样 在三个儿子里 树律后最宠爱的是小儿子耶律李胡 但是耶律李胡年幼 一时之间还不能够成绩大同 于是树律后就一直劝说太祖皇帝 让更听话的二儿子接班 以此来给小儿子铺路 这次太祖皇帝带着长子 次子一同远征渤海国 攻灭渤海国之后 却将长子封为东端王 镇守渤海故地 带着次子一同班师回朝 其实这种安排本身就说明了 太祖皇帝应该是已经被树律后所说服 有了改立次次为继承人的打算 而富庶繁荣的渤海国 就是给长子的补偿和安抚 太祖皇帝驾崩之后 树律后立即召见了一批 估计是和他意见相反 忠心拥护皇长子的人 用资质通鉴里的话来说 就是诸将及酋长难执着 然后树律后就问他们说 你们思念先帝吗 然后这些大臣们赶紧说 臣等身受先帝大恩 怎么可能不思念先帝啊 然后树律后就说 既然你们这么思念先帝 那你们就都去见先帝吧 杀了这些大臣之后 树律后的威名算是树立起来了 而这时候得知 父皇驾崩消息的长子耶律图玉 也已经从渤海赶了过 于是树律后就下令 召集契丹各部酋长贵族 然后让大儿子和二儿子 各自骑马站在帐前 然后他就指着这两个儿子说 这两个都是我亲儿子 我也不知道该立谁为新皇帝 你们愿意拥戴谁 就去扶谁的马龙头 在场的这些契丹贵族们都知道树律后的心思 前几天刚刚被杀的那些人就是前车之间 大家虽然都很思念先帝 但是谁也不想现在就去见他 所以众人纷纷围在了次子耶律德光的马前 就这样耶律德光继承了父亲的皇位 就是辽太祖皇帝 而耶律里胡坐在四年之后成为了皇太帝 耶律图玉早在当初太祖正式称帝的时候 就被封为仁皇王拥有了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如今却被迫把皇位让给帝 自然对这个结果很是愤怒 于是他就带着数百亲随南下准备去投奔中原的后堂 结果在边境被巡逻部队截住 输居后得到报告之后 估计也是心中有愧 并没有处罚大儿子 只是让他回到渤海封地 不过最后耶律图玉还是找了个机会 投奔了后堂 再后来契丹的太宗皇帝 支持后堂河东节度使石敬堂起兵反叛 后堂末帝李从科兵败 打算全家自杀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了耶律图玉 就邀请他一块自杀 自然被耶律图玉拒绝 于是后堂末帝就派人刺杀了耶律图玉 只是说契丹的太宗皇帝 虽然之后两次御驾亲征南下中原 先是帮后晋灭了后堂 然后又灭了后晋 直接改国号为大辽 试图就此统治中原 但最终还是失败 被迫退回草原 而太宗本人也在撤军途中 病逝在了今天河北石家庄附近 从此之后 当地百姓就把太宗病逝的那个地方 称为沙狐林 就在今天石家庄鸾城附近 其实那个地方的原名沙狐林 是狐狸的狐 自从太宗耶律多光死在那之后 就变成了狐人的狐 为了能够将太宗遗体顺利运回契丹老家 契丹大臣们决定 将太宗皇帝的内脏全部取出 然后塞入大量的盐块防腐 因此辽太宗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被制作成木乃伊的皇帝 当然了 那小仪肯定是比埃及法老们的差远了 尽管契丹最终没能在中原立足 不过在此过程之中 还是获得了位于华北北部的幽云十六州 幽云十六州的病入 使得从辽太祖修朱上京城开始建立起来的 二元制的政治体制变得更加的明显 进一步的促进和完善的潦潮 以国制制契丹 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模式 确立了潦潮北面关和南面关的正确结构 或许是因为天龙八部中 萧丰萧大王的影响 大家通常会对契丹的南渊大王有所误解 物以为这个官职是南面关之首 负责在幽州处理各种汉地事物 其实并非如此 南渊大王的官名虽然是以南字开头 却属于北面关 在传统的契丹八部之中 以迭拉部的实力最强 耶律师就出自于迭拉部 所以为了削弱迭拉部的影响力 防止太祖子孙之外的耶律师们威胁黄权 辽太祖将迭拉部拆分成了五院部和六院部 两部的首领都称为伊犁锦 再后来五院部伊犁锦改成北院大王 六院部伊犁锦改成南院大王 太宗去世的时候 他那个从小受到母亲偏爱的三弟耶律李狐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了 复律太后觉得 现在终于可以让小儿子上位了 毕竟太宗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封耶律李狐为皇太帝和天下兵马大元帅了 然而出乎复律侯一要的是 跟随着太宗皇帝灵袖一起返回上京的 还有新军登基的招数 当初太祖长子耶律徒役投奔后堂的时候 把家人留到了启南 太宗皇帝或许是因为心中感到愧对兄长 所以一直将耶律徒役的长子耶律 带在身边悉心教导 事如己处 太宗病逝军中之后 军中贵族们商议 当初太祖皇帝病逝军中 处律太后就杀死了不少将领和各部组长 如今太宗皇帝也是病逝军中 那他们这些随军的将官恐怕都有性命之忧 再加上耶律李狐为人 性残酷 小怒者穷人面 祸头水火中 怎么看都是个暴君 所以众人商议 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赶紧在军中拥立一位新皇帝 而当时正在军中的永康王耶律软 作为太祖长孙 正是合适人选 因此耶律软就在叔父临前继位 就是聊士宗 树律太后得知士宗继位勃然大怒 说耶律软的父亲背弃父母 投奔外国是契丹的大叛徒 怎么能让一个叛徒的儿子当皇帝 然后树律后就对着太宗皇帝的灵旧说 等到契丹各部都恢复了平静 我再来安葬你 说完就让耶律李狐率领上京军队南下 以后进详将李延涛为先锋 迎击士宗 而士宗那边则以他的叔爷爷 太祖阿宝基的右弟 伪王耶律安顿为先锋 结果李延涛见到耶律安顿之后 立刻就投降了 耶律李狐因此打败 树律太后只好亲自出马 统帅向京兵马和孙子对峙 最终在齐丹替淫 耶律乌治的斡旋之下 树律太后和士宗达成了横渡之约 树律太后承认了士宗继位的事实 而士宗也承诺不追究树律和和耶律李狐的追随者 所谓替隐是契丹主管皇族事务的官员 相当于中原王朝九卿之一的宗教 不过等到士宗的皇位坐稳之后 还是找了个理由 把奶奶和三叔安置到了祖州 祖州是太祖阿宝基 效仿汉治在耶律市的发祥地修筑的城市 位于今天内蒙赤丰的八点左旗 这里也是辽朝皇帝秋季狩猎的一个主要场所 然而除了耶律李狐之外 对士宗继位心怀不满的还大有人才 士宗继位的第二年 太宗第三子耶律天德勾结树律太后的侄子 也就是耶律天德和士宗皇帝的表叔 驸马萧翰密谋叛乱 事情败露 士宗处死了耶律天德 但是念及萧翰当初的雍丽之功 又是自己的表叔兼妹夫 所以网开一念 仗则之后释放 然而萧翰虽然侥幸逃过一劫 却仍然是铁了心要发动叛乱 于是他就又去联络太祖幽帝耶律安端 当初耶律安端听从了儿子耶律查哥的建议 支持士宗 为士宗继位也是立下了大功 不过在萧翰的游说之下 耶律安端最终还是加入了萧翰反叛的密谋之中 结果没想到这回他的儿子耶律查哥大意灭心 及时出面告发 而且还协助士宗平定了这次叛乱 正因为如此 士宗对耶律查哥是无比信任 将耶鲁沃鲁朵的禁卫军交给他指挥 而且允许耶律查哥将自己的营帐安置在皇帝的公帐旁边 沃鲁朵是辽太祖建立的一套军民合一的制度 沃鲁朵的成员既有契丹人 也有汉人等其他民族 他们不受原属部族周县的管辖直接隶属于皇帝 皇帝从沃鲁朵的属民中征召出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禁卫军 平时负责守卫皇宫或者保卫皇帝的公帐 皇帝外出巡视的时候 他们负责警戒守备 有时候还会驻扎在国中的战略要地监视地方抵御外敌 皇帝去世之后 他所属的沃鲁朵的禁卫军就成为了他的守灵部队 而新皇帝登其会再次招募编织自己的沃鲁朵 这个耶鲁沃鲁朵就是世宗皇帝的沃鲁朵 因为耶鲁是契丹与兴盛的意思 因此耶鲁沃鲁朵也被翻译成激庆功 而世宗继位过程中的另一位大功臣 身为替引的耶律污职 一直对耶律查哥保持着警惕 因为当年太祖皇帝就曾经评价他这个侄子耶律查哥 凶顽目有反向 而且特别叮嘱自己的侍卫 朕若独具勿令进门 然而每次耶律污职劝谏世宗皇帝要防范耶律查哥的时候 世宗皇帝总说 耶律查哥舍弃了他的父亲来侍奉我 怎么可能有二心呢 而耶律污职坚持认为 耶律查哥连他的父亲都能出卖 又怎么会忠于君主呢 可是世宗皇帝就是不听 早在1600年前 齐国名相管仲就曾经以类似的理由劝谏齐桓公 要远离一牙 筑雕和开放三个人 可惜齐桓公也没有听从 最终齐国的霸业就此衰败 当然了 在齐桓公之后 没能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又何止聊世宗义 帝王将相全行天下 日子久了 就真的以为人们所敬畏崇拜的是他自己这个人本身了 其实自始至终 人们敬畏的永远都只是他们手中的权利 崇拜的也只是那些权利能给自身带来的利益而已 正所谓人生如戏 不该入戏太深 辽世宗天路五年 世宗决定御驾亲征 协助北汉攻打后州 尽管契南各部都反对出兵 但是世宗将然从各部强征人马编入南征的部队 预驾行进到龟化州的时候 为了等待后续的部队 世宗就驻扎在了火神殿 因为这附近的祥古山上有世宗父亲耶律屠玉的一座旧日行宫 世宗就想在这里祭拜先父 辽朝的龟化州大概就是今天的河北张家口 而火神殿大概就位于张家口的逐路县以西 当夜九月过后 耶律查哥突然发动叛乱 杀死了世宗和他的两位皇后 世宗长子早逝 次子耶律贤当时还不到四岁 三子耶律纸墨就更小了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耶律纸墨其实比耶律贤年长 但因为生母真皇后是汉女 所以在祖谱上被记录为世宗的第三子 但是因为真皇后是世宗跟随太宗灭亡后晋的时候 俘虏的后晋皇宫中的宫女 所以即便是耶律纸墨年长 在世宗遇刺的时候 他最大也只不过四岁多不到五岁 毕竟再大那就不是世宗的儿子了 在耶律查哥叛乱的时候 耶律乌治侥幸躲过了叛军的搜捕 逃到了寿安王耶律景的应地 因为耶律乌治知道 如今只有耶律景最有实力去平定叛乱 作为太宗皇帝的长子 耶律景首中握有太宗皇帝留下的古阿年沃鲁多 这可是一个拥有八千户契丹人 七千户汉人 博汉人 高利人 以及六千精锐奇兵的强大部落 辽太祖设立的沃鲁多制度 一方面使得皇帝可以从契丹各部中挑选精锐健壮 组成自己的私人部落 削弱各部酋长的权力 增强皇帝本人的权力 巩固耶律是在契丹族 乃至于契丹国中的统治地位 不过从另一方面 沃鲁多制度在加强了皇室权食的同时 也刺激了皇室内部的权力斗角 因为沃鲁多在理论上属于皇帝的私人财产 稍有点像中原皇帝的内唐 只不过契丹皇上的小金库里放的可不是金银珠宝 零罗绸缎 而是土地人口和军队 再加上从第二代聊太宗 一直到第五代聊景宗 辽朝的皇位一直是在兄弟叔侄之间混乱的传承 虽然皇帝有权力重新分配沃鲁多 但事实上辽朝的皇帝们基于各种政治上的考虑 一般还是倾向于默认先帝的沃鲁多 由他的子孙们所继承的事实 这就导致了耶律式家族内部 政治地位和私人实力之间的不匹配 正是这种落差引发了辽朝初期 所谓太祖系三支之间如火如荼 层出不穷的内斗和叛乱 比如太祖皇帝的蒜沃鲁多 在他死后就落入了嫡出的幼子耶律里胡的手中 因此耶律里胡一系虽然没有出过大辽皇帝 但是私人武装力量却是太祖皇帝三个弟子中实力最强的 因此从耶律里胡到他的儿子宋王耶律洗饮 魏王耶律碗 才会一次又一次弃而不舍的密谋盘 不过起码在世宗遇刺的这个时候 沃鲁多制度起到的还是积极的作用 虽然叛臣耶律查哥控制住了世宗的耶鲁沃鲁多的禁军 但是太宗留下的国安典沃鲁多却掌握在寿安王的手中 耶律乌至刚到寿安王耶律井的营帐的时候 耶律井摆出了一副势不关键的样子拒绝出品 然后耶律乌至就跟他说 耶律查哥叛乱刺杀皇上 那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当皇帝 可是耶律查哥只是太祖皇帝的侄子 而大王您是太祖皇帝的孙子太宗皇帝的长子 以血缘来说 耶律查哥是不可能越过您当皇上的 那他就只有杀了您 耶律井听了一琢磨 确实是这个道理 于是赶紧调集麾下人马 平定了耶律查哥之乱 然后耶律井登基继维就是辽朝历史上有名的昏君 人称帅王的辽牧宗 牧宗登基之后 立刻召回了父亲太宗在世的时候 因为谋逆 被流放了西北边陲区戍边的同胞弟弟 太平王耶律也撒哥 唯以众人 然后牧宗自己整日沉迷酗酒 不理朝政 牧宗确实没有沉迷于酒色 而是只沉迷于酗酒 因此一直没有紫色 这就更激起了其他宗室亲王对皇位的规规之心 牧宗继维的第二年 世宗的弟弟耶律楼国策划叛乱 失败被抓 等到几个月之后 耶律楼国的部下全都被剿灭 牧宗下令处死耶律楼国 而且还专门教的 要把他埋在一个风水上断子绝孙的地方 然后到了来年 耶律李胡的次子耶律王 又密谋叛乱 失败被抓 不过这次牧宗并没有杀他 而是关了一年就放了 也许是因为牧宗和三叔耶律李胡家 之前没有什么过节吧 而牧宗心里可能一直记恨唐哥世宗 抢了自己的皇位 所以才会对这两个唐兄弟 有不同的处置 七年之后 耶律李胡的长子耶律西尹 又发动叛乱 再次失败被抓 牧宗又是看在他 是宗师尽情的份上放了他 可是这耶律西尹 远不如他弟弟知道服务 刚刚出狱就又一次策划叛乱 被人告发 这次牧宗不仅把耶律西尹 关进了监狱 而且传之祖州 把耶律李胡也给关了起来 原本耶律李胡只是软禁 在祖州城内的自由还是有的 结果现在因为儿子谋逆 受到牵连 正经被关进了大狱 不久之后 耶律李胡就死在了狱中 辽朝不算太祖皇帝和西辽住地 一共是八位皇帝 因为西辽的皇帝 都是太祖数子耶律亚里果的后代 在这八位皇帝之中 太宗和他的儿子穆宗 占了两席 剩下的六位 都是太祖长死耶律图狱的后代 耶律李胡他们家一个都没有 这其中耶律李胡自己 性格残暴不得人心 恐怕是让他的子孙后代们 输在起跑线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了 在耶律家 性格残暴不得人心的 不只有耶律李胡一位 至少还得算上他这个侄子 辽牧宗 牧宗结尾之后 整日酗酒 酒醉之后 暴虐无常 经常随意虐杀身边的侍卫和用人 用辽史中的话来评价牧宗就是 赏伐无章 誓杀不已 最终在辽牧宗应曆十九年 牧宗在东纳波中 被几个多年来饱受虐待忍无可忍的用人和厨师 刺杀身亡 这个所谓的纳波是契丹特有的一个习俗 纳波的本意指的是皇帝的行宫 契丹人本是游牧民族 虽然太祖皇帝效反汉制 建立了上京城作为首都 但是作为游牧民族传统的延续 辽朝的历代皇帝 其实实行的还是巡寿的制度 每年四时巡寿 四时各有行在之所 为之纳波 而巡寿期间 纳波就是国家市值上的行政中心 各种政务都在纳波中随时决定 牧宗遇辞之后 抢先得到消息的 世宗赐子伊律贤 在飞龙使女里 世宗萧斯文和南越书密使高薰的护卫下 亲率一千铁骑 星夜赶赴了牧宗遇辞的黑千东川 然后在群城的拥戴之下 在牧宗灵前继位 就是辽景宗 牧宗包迪太平王耶律严萨格得知消息 自知夺位无望 便流亡沙脱 从此之后 辽朝的皇位就一直在景宗的子孙中代代相传 至于太祖系三支正位的局面 也随着之后辽朝汉化改革的推进 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 而成为往事 在辽景宗继位的过程中 辽朝的四朝老臣北斧宰相萧斯文 稳定政局辅佐景宗顺利继位 功劳最大 因此景宗登齐之后 就迎去了萧斯文的小女儿萧绰 先是方为贵妃 然后很快就立为皇后 萧斯文的妻子是辽太宗长女 燕国公主耶律吕不古 所以这么算起来 景宗和萧绰也算是远房的表兄妹 而这位萧绰就是在各种描写宋代的评书演义当中 大名鼎鼎的反派人物 大辽国成天太后萧燕燕 辽景宗小的时候因为亲身经历了父母 遇刺被杀的血腥正变 受到了很大刺激 患上了风症 身体一直很差 经常晕倒或者全身抽搐 所以常常不能上朝立正 因此自从宝宁三年 皇长子耶律龙旭出生之后 景宗就开始让萧绰参与朝政 到了宝宁七年 景宗甚至下旨 命令使官在记录皇后宴祠的时候 也像皇帝一样使用镇这个自称 可以算是正式确立了皇帝和皇后 共同执政的局面 就在萧绰获得自称镇的这个特权的同一年 南边的宋朝也有一个人 新晋获得了称镇的资格 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应去世 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继位 就是宋太宗 宋太宗登帝之后 末代吴岳王前处和平海军的实际掌权人 节都父使陈宏进 相继献土归降 这时候五代十国的一众割据政权之中 朔国仅存的就只剩下位于北方 依附于辽国的北汉了 于是宋太宗御驾亲征 亲率二十万宋军 讨伐北汉 接到北汉的告急求救之后 辽朝派出了南府宰相耶律沙和太宗庶子 季王耶律敌裂 率军去救援北汉 结果没想到辽军在白马岭中了宋军的埋伏 几乎全军覆没 自季王耶律敌裂以下多名高级将领阵争 辽军惨败之后 孤立无援的北汉末代皇帝 鹦鹉帝刘继元 直到开城投降 宋太宗因为恼怒于围攻北汉首都太原城的时候 伤亡惨重 因此命令士兵在太原城中到处纵火 烧毁了城内的所有建筑 然后再下令破坏太原城墙 最后引焚河水灌入太原城 将整个城池夷为平地 白马岭的胜利使得宋太宗认为 辽军不堪一击不足为虑 因此他不顾宋军此时早已是失老兵疲 而且军中将士渴望获得攻灭北汉的封赏 衣尽还乡的心情 盲目的下令继续北京攻入辽国境内 打算就此一举夺夺取幽云十六州 一开始宋军确实进展十分顺利 在辽国境内再一次击败了辽朝名将 北渊大王耶律西底率领的辽军 包围了辽国在长城以南的政治中心 辽南京幽州城 此时的幽州城中可以说是人心惶惶 辽军上下还沉浸在对白马岭惨败 亲王阵亡的震惊之中 在这个危急关头辽国全职南京留守士 韩德壤挺身而出力挽狂乱 他亲自站在幽州城头鼓舞守军士气 指挥幽州城内的辽军 顽强的抵抗住了二十万宋军十五个昼夜的猛攻 最终等到了北渊大王耶律休戈和南渊大王耶律 携诊率领的援军 在高粮和之战中重创 宋军成功的为幽州解围 这位在幽州保卫战中立下头功的韩德壤出身于御天寒市 这个家族可以算得上是辽朝的汉臣第一家族 韩德壤的祖父韩之谷在六岁的时候 被南下侵扰中原的契丹军队抓去了草原 成为了契丹贵族家的奴隶 不过韩之谷的主人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后来成为了契丹国帝皇后的树立平的哥哥 树立玉文 所以后来树立平嫁给太祖伊律阿宝基的时候 韩之谷就作为陪嫁奴隶 也跟着到了伊律阿宝基家 然后伊律阿宝基就发现韩之谷激谨慧 十分喜爱 所以就任命他为总之汉儿私事 成为了契丹国内掌管汉人事务的最高掌管 在后来伊律阿宝基效仿中原称帝建国的这个过程中 韩之谷出力也是很大 所以契丹帝国建立之后 太祖伊律阿宝基亲自册封韩之谷为 推中契运轩利公权 而韩之谷的第三子也就是 韩德安的父亲韩匡死 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正确才能 而且还精通医术 更是得到了太祖夫妻的喜爱 史记记载树律皇后对待韩匡寺就如同杨子一般 而韩匡寺一家也一直和辽景宗关系密切 所以景宗继位之后 韩家更是得到了重用 韩匡寺被封为燕王 他的弟弟韩匡美被封为叶王 长子韩德元先是成为了景宗的晋士 然后更是加授崇义新国二军节度使 谨肖太位 成为了朝中重臣 次子韩德让接任了父亲的南京留守一职 高粮和局战之后 凭借着守卫南京的功劳 韩德让被加授辽兴军节度使 入朝出任南院疏密使 成为了当时辽朝实权最大的汉塵 获得了景宗和萧皇后的器用 辽景宗在位的第十三年 景宗在出巡的时候 途经了父母遇害的祥古山 或许是因为伤甘往事的缘故 突然一病不起 不久病逝 景宗去世前留下遗诏 传位给皇长子十岁的梁王耶律龙婿 在耶律龙婿成年之前 由皇后萧绰 临朝称之代行皇权 所谓军国大事 听皇后名 同时景宗还召见了 南院疏密使韩德让和北院疏密使 耶律携者 命他二人共同辅佐太后 辅保佑主 于是在韩德让亲自指挥的禁卫军的 簇拥下年近十岁的皇长子 耶律龙婿登基继位 改元统和 就是辽朝历史上著名的圣氏之主 辽圣宗 作为摄政太后的萧楚 也加了尊号成天皇太后 不过此时对于圣宗和成天后母子而言 其实局势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刻 辽朝开国已经六十余年 从来没有过幼主登基 而且除了从太祖到太宗之外 也没有哪次皇位传承是父思子继的 如今圣宗幼主继位 朝中的宗室亲王们无一不是摩拳擦掌 对皇位虎视眈眈 所以当初景宗刚刚驾崩的时候 成天太后就立刻召见了 韩德让和耶律携人 问他们说 母寡子若祖属雄强 边防未尽 奈何 意思就是说如今国内有首卧重兵的宗室诸王 外有虎视单单盯着幽云十六周的宋朝 这该怎么办 韩德让和耶律携人就向成天太后表示 只要太后信任陈等 陈等一定会让太后再无忧虑 因此成天太后就让韩德让和耶律携人 一同参决大政 同时将宫廷宿位的大权也交给韩德让负责 然后成天太后在韩德让和耶律携人的建议之下 下令上京城中的宗室诸王 在国葬期间必须各自留在府中 不得聚会 这就断绝了他们之间互相串联的可能 然后萧太后和韩德让和耶律携人就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夺取诸王手中的兵权 这个辽国的军制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包括了沃鲁朵 公杖军 部族军 荆州军和蜀国军这几大类 这个沃鲁朵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谈到过是历代辽地的私人部局 通常都掌握在各位先帝的直系子孙手中 公杖军也叫皮士军 是国家定制的皇家禁卫军 部族军顾名思义就是其当各部的武装力量 而荆州军也叫武州相军 是齐丹从京内各个汉治州县征召起来的军队 大概类似于唐代的府兵 而蜀国军当然就是齐丹各个附属国提供的军队 像是女侦、侍卫等等 在一起中沃鲁朵掌握在宗室诸王的手中 而部族军也依照各自的祖属 隶属于耶律师和萧氏各支系的组长 这些武装力量也因此就成为了辽国政区稳定的一个隐患 因此萧太后在事实上把上京城里的诸位王爷们都软禁在了各自王府之后 就立刻授意主管朝政的韩德壤撤换了一批依附于诸王的大臣 然后以改革军制的借口夺取了宗室诸王和各部族首长手中的军权 萧太后这次之所以能够顺利的集中权力 除了他个人的政治手腕以及韩德壤等人的相得益彰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圣宗继位之后 除了按照惯例组建了圣宗的沃鲁朵之外 成天太后萧太后自己作为摄政太后也建立了自己的孤吻沃鲁朵 就这样萧太后母子两次合理合法的从全国收容清壮 自然是极大的增强了自身的势力 再加上圣宗父亲景宗和祖父侍宗留下的沃鲁朵 使得景宗一脉 也就是所谓太祖系三支之中的人皇王一支 在整个皇族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而此时掌握着仁皇王戏之外最强大沃鲁朵 太宗皇帝留下的古阿脸沃鲁朵的 是太宗次子齐王耶律掩萨格的遗孀萧胡脸 这位被尊为皇太妃的萧胡脸 就是成天太后萧太后的亲姐姐 这时候的萧胡脸还没有遇见到 那个滋贸甚美的藩奴达兰阿波 所以和成天太后之间的姐妹情谊还是很不错的 再加上辽朝从太宗到景宗 皇位更替没有一次不是在政变中得以实现的 太祖耶律阿宝基的这些子孙们之间血腥残酷的内斗 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也早就引起了国内各族显规众产们的普遍反感 因此在自身实力和国内人心向背的共同支持之下 萧太后顺利实现了齐旦民族的中央集权 虽然后来萧太后的孙子黄太书耶律重元 也曾经发动过叛乱试图备 但那只不过是耶律重元和他的亲侄子辽道宗之间的殊侄之正儿 耶律是家族内部科科知系之间的皇位争夺 中调朝一朝确实再也没有发生过 内部潜在动乱的清楚也为抵抗外部威胁提供了保证 在高粮合一战中中间受伤 坐着驴车仓皇逃离战场的宋太宗 听说辽景宗去世 契丹主少国仪女主汤正 认为这是自己一血浅耻 收服幽云十六州的好机会 因此宋太宗再一次调集大军 兵分三路进攻辽国 这就是宋朝历史上的雍西北伐 萧太后接到告急文书立刻决定 带着年幼的圣宗一起御驾亲征 其中韩德让和耶律携陈统帅辽军主力 迎战三路宋军中实力最强的东路军 得益于韩德让的谋划得当 指挥若定 辽军在今天卓州西南的齐沟关 击败了孤军冒进的宋军名将 鲁国公曹斌 东路宋军全线溃败 一退千里 因为东路宋军是北伐主力 因此这一路惨败之后 中路和西路的宋军也指得撤军回国 之后宋朝又在和党乡越南的战争中 屡遭败祭 宋朝的国策不得不转为 众内虚外 停止了建国以来的开疆国土 对外战争的胜利 也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了萧太后在辽国朝中的地位 为他进一步打压朝中心有不服的那些契丹贵族 提供了助力 辽圣宗统合八年 在大辽王朝的朝堂之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卓州刺史耶律虎骨 在朝会上因为和韩德让争吵了几句 结果韩德让就一把抢过站在一旁的金瓜武士手中的金瓜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耶律虎骨给打死了 更令满朝文武吃惊的是 在这之后 韩德让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太后和皇上带他一如往常 这位耶律虎骨虽然只是卓州刺史 官决远不及当时已经进封楚王的韩德让 但是他是太祖皇帝的远房侄孙 是当今天子的叔祖位 耶律虎骨的祖父和曾祖都曾经担任过六院部伊犁锦 也就是后来的南渊大王 这里我们也许可以阴谋论一下 也许这场意外并不是韩德让的一时冲动 而是他和成天太后谋划之后的蓄意而为 耶律虎骨只不过倒霉的成为了这出杀鸡敬猴的大戏之中 那只倒霉的鸡儿 因为耶律虎骨和韩德让两个人的家世背景 其实很有代表性 耶律虎骨出身 耶律是显贵之家 早在契丹帝国建立之前 就已经是契丹八部之中的名门望族了 和太祖子孙之间原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差别 如果太祖耶律阿宝基没有效仿汉制称帝建国的话 按照契丹克汗三年一选的救赎 耶律虎骨也是有资格有机会成为契丹一国之主的 而韩德让的祖父原本只是被契丹人抓来草原的奴隶 是因为忠于太祖皇帝和他的子孙 才一步一步的从杖下奴 被皇帝提拔成为了总管朝政的异性亲王 而如今杖下奴的孙子 当朝打死了太祖皇帝唐兄弟的孙子 而太后和皇帝没有发话 朝中便平静如水再无波澜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不管这件事的起因是蓄意还是偶然 事情的结果都能够证明 如今的契丹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帝国了 而这份成绩很大程度上 必须要归功于这位成天太后 萧绰萧燕燕 辽圣宗统和22年 宋太宗去世 他的儿子宋真宗几位 或许是为了报复宋朝之前 成桑出兵的雍溪北伐 也可能是为了彰显国力以沾破河 让宋朝彻底放弃收服幽云十六州的念头 成天太后 萧太后和圣宗一起 亲率大军 御驾亲征 以南京统军式萧达岭为主将 深入宋境 辽军很快就突破了宋朝的边防 直扑宋朝首都汴梁 顺利的包围了汴梁的北面门户 禅州城 就是今天的河南蒲养 而宋朝的真宗皇帝 在宰乡扣准等人的利剑之下 也亲临禅州前线督长 双方就此陷入了对峙的局面 然后成天太后 听从了之前被俘的宋朝 云州观察室王继忠的建议 提出议和 但是却被宋朝拒绝 于是辽军再次大拒进兵 先后攻克了齐州和德清 包围了盈州 济州和贝州 但是由于辽军主帅萧达岭 在禅州城下督战的时候 被城上的宋军用床子弩射杀 辽军士气大错 最终两国之间再一次达到了平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双方终于达成了合约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禅渊之盟 盟约规定 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 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 宋真宗称萧太后为输 宋朝每年输送给辽 银十万两捐二十万匹 所有两朝城池 依旧守存一切如常 而且宋辽两国还共同声明 要将合约置于天地神奇 高于宗庙设计 子孙共守 传之无穷 有于此盟 不克享国 朝朝天剑 当共击之 在此后的一百二十年里 宋辽之间再也没有爆发过 大规模的战斗 相反双方比上往来 通是殷勤 百余年间 双方互派使者 多达三百八十多次 因为在对宋作战 和前进禅渊之盟的过程中 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韩德让之后被禁封为晋王 位在诸王之上 而且还被刺姓耶律 名列皇室族谱之中 不仅如此 辽圣宗还特许 韩德让建立只有皇帝 和摄政太后 才有资格建立的沃鲁朵 据说从此之后 萧太后和韩德让 一同上朝 一同出列 同吃同住 犹如夫妻 传说萧太后当年 曾经和韩德让定有婚约 后来因为被征召入宫而做完 不过考虑到两个人的家师背景 以及韩德让比成天太后 萧太后大了十二岁的事实 婚约这些恐怕并不靠谱 后来宋朝的知之高陆镇 曾经代表宋真宗 出使辽朝 庆贺辽圣宗的生日 他回国之后 就写了一本回忆录 叫《成谣录》 这本《成谣录》里面就写说 陆镇在辽国朝廷上见到了 萧太后和韩德让的儿子 那个孩子当时大概十几岁 被封为楚王 长得很像韩德让 对照其他史籍的记载 这个应该是俄传 后来还有学者专门考证过 说陆镇见到那个孩子 应该是韩德让的侄孙 韩迪鲁 只是说陆镇在他的书里 还提到萧太后为了 能和韩德让结婚 派人秘密 独自了韩德让的妻子 这个真伪就无从考证了 不过在韩德让的墓制名利 却是丝毫没有提及他的妻子 这也难免不让人产生 种种阴谋论事的联想和猜测 辽圣宗统合27年 成天太后萧太后宣布 不再摄政 将朝廷大权全面还政于儿子辽圣宗 在成天太后辅政摄政的几十年里 在韩德让一律 携政等名臣的辅佐之下 辽国进行了很多 可以说是打刀阔斧的改革 诸王手中的军权 基本上被收回 皇帝的权威 再一次得到了巩固 辽国的法律制度也得以建立 终结了契丹人和其他民族 同罪不同罚的旧制度 辽国内部契丹人和汉人 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壁垒被打破 宋辽两国签署了合约 百姓们从此都可以安居乐业 可以说正是在萧太后的带领下 契丹王朝迎来了他的盛事 当年年底 56岁的成天太后萧绰病逝 结束了才精彩而传奇的一生 两年之后 韩德让在陪同圣宗出征高丽的时候 在军中病逝 死后十号文忠 陪葬于辽景宗和成天后的乾领 公元1004年 辽宋两国签署了禅元之盟 禅元之盟的签订 可以说算是辽朝开始进入圣室的一个标志 辽圣宗亲政之后 延续了母亲成天太后的执政方针 而且他在位期间征战四方 也使得契丹的疆域达到了顶峰 后来辽始终就称赞辽圣宗说 辽之朱弟在位长久立名无穷 其位圣宗湖 圣宗去世之后 他的长子即位就是辽兴宗 辽朝也从此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兴宗登基之初 朝廷的权力一直把持在他的母亲 法天太后萧诺金的手中 然后萧诺金对于大儿子并不满意 打算改立小儿子秦王耶律重园为帝 结果没想到耶律重园和兴宗兄弟秦山 他偷偷的把母亲的打算告诉了大哥 得知消息之后的兴宗立刻动手 杀死了法天太后在朝中的所有亲信 然后罚他去给先帝首领 兴宗为了感激弟弟的支持 封耶律重园为皇太帝 据说还曾经亲口答应过将来传位给他 而兴宗的亲儿子耶律宏姬 就是小说天龙八部里 修风的那位结拜大哥 也因此一直没能得到皇太子的头衔 只是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不过最终继承聊兴宗皇位的 还是他的儿子耶律宏姬 就是聊道宗 道宗继位之后封耶律重园为皇太书 假设天下兵马大元帅 特许不用跪拜皇帝 可以说是极尽忠宠 耶律重园个人或许对这份尊荣优待 已经十分满意了 但是他的儿子楚王耶律聂鲁古 十分不满意 想来也是 如果耶律重园是作为大辽皇帝去世 那耶律聂鲁古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接着当皇帝 可是如果耶律重园在世的时候 只是一个皇太书 那他死后 耶律聂鲁古是不可能指望着 道宗皇帝在家恩封给自己 一个什么皇太堂帝之类的头衔 所以说耶律重园当不当皇帝 这事对他儿子的影响 远比对他自己也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因此耶律聂鲁古自从道宗继位 就一直不停的劝说让父亲造反 最终在儿子孜孜不倦的劝说下 耶律重园对这个母亲和兄长 都曾经亲口许诺过的 自己却失之交臂的皇位 又重新燃起了兴趣 聊道宗清零九年 道宗照例带着宗室朝臣 开始了丘纳波 然后耶律聂鲁古就打算 让父亲耶律重园称病 然后等到道宗皇帝 亲自到耶律重园的帐中 来探兵的时候 刺杀道宗夺取皇位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了 被负责掌管太后宫中 诸室的敦目宫室 耶律良听说 耶律良就想去禀报道宗皇帝 可是他转念一想 道宗对于这个叔叔 是十分信任宠爱的 自己只博是一个外臣 如果贸然去检举皇太叔叛乱 皇帝很有可能不信 所以他就想到了 一直对自己十分信任的 皇太后萧塔里 决定先禀报皇太后 然后让太后转告皇帝 最后太后萧塔里 自然就相信了耶律良的情报 为了避免打草经说 太后也学切了耶律聂鲁古的计划 于是道宗皇帝就得到禀报 说太后生病了 道宗连忙赶到母亲的营帐中去探望 然后太后萧塔里 就把耶律重圆 耶律聂鲁古 迷谋造反的事 跟道宗皇帝说了 道宗皇帝果然不相信 追问母亲是怎么知道的 太后就说是耶律良禀报道 然后道宗就很生气 问耶律良说 你为什么要挑拨我和叔叔的关系 耶律良就回答 说如果臣冤枉了皇太叔和楚王 甘愿受罚 陛下虽然信任他们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既然陛下不能确定他们是否谋逆 那么现在臣有一计 陛下可以派人去招楚王禁剑 如果他不敢来 就足以证明他正在密谋造反 道宗听了之后 觉得耶律良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就派了个使者 去招楚王耶律聂鲁古入宫禁剑 耶律聂鲁古一听说 皇帝召剑立刻就心虚了 他也没有冷静的分析分析 当前局势就贸然下令把道宗的这个使者给捆了 关押到一座偏障之中 然后开始立即点击挥下兵马 要说道宗派出的这个使者也是十分的机灵 他趁乱挣脱了绳索 然后用佩刀割开了关押他的这个帐篷 逃回了道宗的攻杖 而且还赶在了耶律聂鲁古的叛军前面 道宗皇帝得到使者的禀报 这才真的相信叔叔和堂弟造反了 于是也赶紧集合兵马准备平叛 很快耶律聂鲁古率领了四百叛军 以及南院疏密时 楚王耶律仁仙和熟里北渊事物的赵王耶律 以心统率的秦王部队先后赶到 激战之中耶律聂鲁古重箭身亡 他的手下就此各自溃散也纷纷投降 皇太书耶律重远也是在哀谈聂鲁古使我至此之后 自杀一场叛乱就此平地 这也就是小说天龙八部里 金戈荡扣熬兵一张中描写的乱和之乱 只不过真正在战场上一剑干掉耶律聂鲁古的 并不是萧锋 而是道宗的近视降稳 博爱安 卵和之乱平定之后 作为平叛功臣 耶律仁仙和耶律仪心一同得到了道宗的重用 不过很快 庞系宗室出身 生性耿直 在道宗面前 严世无所隐晦的耶律仁仙 就在权力斗争中摆下阵来 被贬为南京留守 而耶律仪心一跃成为了无人可以匹敌的 道宗朝第一权臣 气焰嚣张一手折天 道宗皇帝登基的第二十年 他的长子皇太子耶律郡 已经虚岁十八岁了 道宗皇帝十分喜爱这个幼儿能言 知书好学的儿子 六岁就封他为梁王 八岁封为皇太子 如今耶律郡已经做了十年太子 道宗皇帝就开始让他处理朝政 作为培养和历练 太子参与朝政之后 就极大的制约了耶律仪心的权力 毕竟年轻气盛勤奋好学的太子 可不像昏溃懒散的道宗那么好呼呢 不过太子看起来很适得道宗的喜爱与信任 所以耶律仪心就先把目标 转向了太子的生母 皇后肖观音 肖观音的父亲是道宗奶奶肖诺金的弟弟 所以肖观音其实是道宗的表姑 聊兴宗重兴年间 兴宗亲自选中了肖观音 作为长子燕赵国王耶律洪姬 也是后来道宗皇帝的妻子 最终道宗和肖观音也是琴瑟和谐 婚后几年就生下了一儿三女 这个儿子就是如今的太子耶律郡 根据史书记载 皇后肖观音从小就是聪慧俊美 能言善论 长大之后更是敦庄典雅 多才多艺 他精通诗词音律 经常自己作词普曲 而且他还谈得一手好琵琶 被当事人称为天下第一 道宗皇帝也十分欣赏皇后的师座 称赞妻子是女中才子 然而随着道宗皇帝登基之后 夫妻之间的关系开始慢慢出现了变化 道宗作为马背上的民族的君主 从小就十分喜欢打猎 当了皇帝之后 这个爱好更是被发扬光大 甚至经常会为了打猎而荒废朝政 可是道宗的妻子 却偏偏很受不了丈夫的这点爱好 看到道宗皇帝沉迷狩猎荒废朝政 皇后肖观音就开始作诗作歌 劝谏丈夫 结果引起了道宗的厌恶 皇帝和皇后之间的感情 也就开始出现了裂痕 皇后受到道宗的冷落 感到十分苦闷 于是就写了十首词 取名回心院 回心院这个词牌是肖观音自己创作的 取自唐高宗的王皇后和肖淑妃 在被废之后居住的冷宫回心院的名字 词填好之后 肖观音就经常招一个名叫赵维一的灵人 入宫和自己一起弹唱这几首词 也算是排解心中的苦闷吧 耶律以心作为当朝全臣 在宫中自然是要收买一些耳目的 他听说了皇后如今的处境之后 觉得机会难得 马上找人写了一首银词 石箱词 然后就让一个早就被他收买的皇后宫中的公园 拿给肖观音看 谎称说这是从民间传过来的宋朝皇后的诗作 这如果能得到大辽皇后的玉笔超路 那可以说称得像是词字双绝了 肖观音听了之后 不仅心笔抄写了一点 而且还在旁边提了一首自己的诗 宫中直属赵家庄 败雨残云勿汉王 唯有知情一片月 曾窥飞燕入朝阳 这首诗对于耶律以亲来说那简直是意外之喜 他一拿到这首诗立刻就去禀报道宋皇帝 耶律以亲就说皇后诗中包含了赵维依这三个字 再加上那首银词足以证明皇后和陵园思通 道宋听完之后瞬间觉得自己的头上出现了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 立刻勃然打怒 马上传只将赵维依灭族 赐皇后自尽 这就是历史上的实相辞愿案 面对这场莫名其妙的非来横祸 肖观音想在死前再见道宗里面都不被允许 最终只得含恨自已 皇后肖观音死后 太子耶律郡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依靠 在两年之后被耶律以亲诬陷谋逆 和太子妃一起被杀 太子的独生儿子耶律延喜也被废为庶人逐出了皇宫 据说后来是有一位姓李的民间老妇人 趁着道宗外出游猎的机会劝见道宗 道宗这才回心转意 命人把孙子重新接回宫中抚养 然后耶律以亲又劝说道宗 在游猎的时候把孙子留在上京城中 想要趁机谋害皇孙耶律延喜 不过在大臣的劝见下 道宗识破了耶律以亲的轨迹 在游猎的时候一直都把孙子带在身边 辽道宗大康九年 在太子耶律君冤死六年之后 道宗下旨给儿子平反 追逝招怀太子 以天子力改葬 自知大势已去的耶律以亲密谋逃亡宋朝 结果实情败露 遭到诛杀 此后道宗皇帝又在大辽皇位上待了17年 成为了辽朝历史上最长寿的 以及在位时间第二场的皇帝 公元1101年在位46年的辽道宗去世 临终前立唯一的孙子耶律延喜为继承人 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辽朝末大皇帝天作帝 一位比他爷爷还喜欢打脸的皇帝 中国汉族的皇帝还都讲这个 春搜夏苗秋显东寿 四十出交 以事武于天下 作为游牧民族契丹人的更是将四十纳波 当成了国家定制 但是历代的辽朝皇帝除了像是号称睡王的辽牧宗那样昏君 都是将纳波当成是一个流动的朝廷 照常处理各种朝廷 可是到了天作地这干脆把纳波当成了皇帝的狩猎杜舰 正是在天作地在位期间 东北的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 在辽朝官员的肆意压榨下 女真人在蜿蜒部首领蜿蜒阿古达的率领下 起兵反辽建立了金朝 好称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占的女真人 迅速席卷了辽朝的大半疆域 而一百多年来一直对幽云十六州心心念念的宋朝 也背弃了辽宋之间的世代盟约 和金国缔结了海上之盟 共同攻打辽国 最终随着公元一一二五年 天作地在印州被金军俘虏 辽朝在草原和华北北部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统治宣告结束 为了童话契丹人 金朝下令改用女真语拼写契丹人的姓氏 皇族耶律氏被改成了夷拉氏 后族萧氏被改成了石抹氏 再后来又过了一百多年 在北方的大草原上兴起了强大的蒙古韩国 灭亡了金朝 不少对于民族身份和传统旧苏念念不忘的契丹人 趁机恢复了旧性 比如成吉思汗手下著名的谋臣耶律储财 当然也有不少契丹人 接受了一百余年来女真化的历史命运 继续沿用了女真语的姓氏 等到了清朝 很多北方民族的人名地名 被重新规定了汉语的译文 其中伊拉氏和石抹氏 被重新翻译成了伊拉里氏和舒穆禄氏 比如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的满足老姓 就是舒穆禄氏 祝您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